蘇西,江部長,葉署長,還有我們各位內席官員,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來請教我們江部長 署長,葉署長也一起 王委員好 江部長好,葉署長好 請教一下,我們營建署,99年度預算,營建業務向下新增烏日中部行政中心興建計畫 編列了2400萬元,這是前置作業的經費 這個計畫,我看裡面也沒有什麼說明,只有短短一些市場的說明 這個我們也不了解這個計畫,到底多龐大 將來要建這個烏日行政中心 他就準備把中興新村簽過了,這個現有的一些單位 還是這個簽過來 跟文說明一下,這個是包括中興新村現有的單位,還有黎明新村 總共有16個單位,就是為了配合中興新村的再造 中興新村在造這個案子已經26號,經建會已經通過了嘛 就改那個高等研究員區 這個所以我們這個一定要簽嘛 那這個到底經費要多少錢 總經費是97億 那麼要在這個,我們烏日的要買3.6公頃 是要花17億,那換句話說建築經費大概是在80億左右 他那個建築基地,整個基地就是行政中心的基地3.7公頃 3.6公頃 3.6公頃 那這個計畫到現在這個行政院通過了嗎 報院已經核定 報院核定了 我是說這個經費那麼大 也沒有這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我們以前這個 有的在黎明新村這邊的 那邊如果說中興新村 那現在剩下沒有幾個單位在那邊嘛 是 好像經濟部中 總辦那個好像也在 沒關係啦 我主要就是說 這個有這樣的一個大計畫 應該給這個立法院委員大家了解 我們是不是送一份比較詳細的資料 將來的計畫 這個 這個 我們 計畫的詳細內容 給大家知道 不然你 這個97億啊 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 預算 不能 這簡單只有幾計畫 就太草率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 那個99年度 營建署編列的12億 4254萬 這個波中住宅基金 辦理整合住宅 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是 那其中作為 過制及修善住宅貸款 利息補貼 就1億9千多萬 是 將近2億 是 這個 但是同樣這個預算 齁在97年度齁 也編列了14億 3千1百萬 是 結算數卻僅有104萬9千元 98年度編列了7億1616萬 而到8月底 就到今年8月底 實際補貼利息也僅有3千6百多萬 預算數跟結算數落差這麼大 這是什麼原因 跟委員報告 其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它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從住宅基金 也就是 一個是公務預算 還有一個住宅基金 住宅基金 也就是我們在預算書上面看到的 營建建設基金 那麼在住宅基金在99年 委員剛才指教的 這個13億部分 那個是指公務預算齁 它是要撥到住宅基金裡面來 那住宅基金對於 我們所謂的 整合住宅的資源實施方案裡面 總共我們要付出37億 那這個37億要做五項工作 那麼最主要是一個 青年安心成家專案 總共是16億 也就是利息補貼 還有資金補貼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4千億的 優惠房貸 這個4千億的優惠房貸 到今年大概9月份 整個14萬戶 那個有五樣齁 我想從總體來說 你這個他們的需求啊 這需求高不高 還是我們政策的執行不利 有這樣的落差 這個需求應該是 因為這個是整個住宅這一部分 是照顧中低收入 他是完全照顧中低收入的 這一部分 對 那這個前天 這個 不是 27號 這個我們 行政院審查通過一個住宅法 草案部分條文 就是說對經濟社會弱勢購物 信保基金會提供一定層數的保證 來協助經濟社會弱勢者 取得銀行貸款 這個政策非常好 但是那個補貼利息的部分 我想 如果說 錢 這個 民眾 帶不到 需要 房屋的人 他帶不到錢 帶不到錢 你這個當然利息補貼就白講了 那現在這個辦法 就是說 也是針對弱勢的 經濟社會這個弱勢的一些 這個有給他們買房子 一定層數的保證 這個這個政策應該是 更好一點 那我們署裡面有沒有來 這個是不是我們來 這個署裡面在 在承辦 這個住宅法現在是這樣 住宅法在 昨天前天 我們行政院 開始進入主條來 來審查 已經審了十條 那麼 最主要的不同就是 剛才委員所提的 因為 未來的住宅法通過以後 他會取代國民住宅條例 那國民住宅條例 就自動就失效 那由住宅法來取代 那住宅法取代以後 就是說 我們剛才提的這些 都是就能夠 在住宅法裡面來規範 對 那我們就請 我們署裡面對這個 國務院 你看 最近這個 中央銀行總裁 今天也出來講 他擔心這個 這個 這個 房屋的 這麼高的價錢 五萬塊的一個 一個月收入五萬塊的薪水 你一生 沒辦法去買一棟房子 當然 這個可能就是說 你以台北為那個 這個真的是 這個 我們 沒有房子的真的 一輩子 你買不到 一個 將來貧富 差解越來 但是豪宅還是有人買 幾億 一兩億的 人家還是在買 所以這個住宅政策 我想 還是要說對我們 經濟跟 社會弱勢的 我們真的要 不要 口匯而食不治 我覺得說 講一講 結果 到底還是那麼多人 沒有房子 還是租房子 還是買不起房子 這樣的情況 還是非常普遍 我們希望這個住宅 這個 政府能夠再加強 積極的推動 再一點 那個 我們 加東林邊 這個 八八水災之後 上次我們 吳院長 就任的時候 有下去 有民眾反映 尤其是林邊這一方面 因為他兩邊都是養殖業 在加東這一方面 他是有養殖 往養殖專業區 早期的編定 那 加東這一方面 林邊這一方面 他也是都養殖 都高經濟 海水一類的養殖 已經 跟早期 那個早期地層下限 那個是因為養慢 抽地下水 才造成地層下限 後來這個都改 都改變養殖的一個一個 改養這個 鹹水的 海水的高經濟一類 所以 就沒有抽地下水了 地下水的這個 地層下限 也趨緩了 而且一些 測試 比如說 他們 這個 民眾配偶 各項測試 也都 等於說 在現在養殖 沒有 影響到地層下限的 影響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是 林邊這邊 過去是 不給他們 他們是養殖地木 地木是養殖的 但是因為 過去是地層下限 就沒有給他們 他們不像加東那邊有一些補救測試 先給他們規劃 這個養殖特區 專區 這邊沒有 這個後子 薄比 剛好在林邊西的兩岸 一個一邊 那既然這個都已經 數十年來的一個事實 大家都是靠這個養殖 維生 你現在那邊還編織 養殖用地 又不是養殖專業區 當然 那牽涉到可能養殖署也有 那都市計畫的部分 可能是不是也牽涉到我們這個 這個營建署 所以在那一天 我們吳院長也答應他們這個要專案辦理 這個能夠把他們改 這一方面 是不是我們署長這邊了解 是這樣 跟委員報告 營建署有關的部分 就是因為他受水災以後 整個地形地露有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對於他的都市計畫 還有地幕 各方面變更 我們會常測 現在正在做 以為我們的城鄉分署 正在做 跟營建署有關的這一部分 那那個就請 委員剛才提的 可能跟農委會的業務 對啦 我說營業署那邊有關係 那個 當然地幕這方面 也跟牽涉到我們 我們這個要配合的 我們要積極配合 趕快 來 在莫拉克台風 集中安全的評估 這個包括齊山 美龍 加東 林邊等地 也是 這個營建署來負責勘查 對 就是 永久屋跟 這一個 那原令報告是說 十月底要出爐 這個 現在都已經月底了 有沒有 現在是這樣 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 永久屋的基地 縣政府跟原委報了一百四十四處 那我們大致上是勘查完畢 就是可以蓋房子的有四十四處 那根據這個地方政府 因為最後必須要由縣市政府來認可 他們有一個委員會通過 現在有十八個地方 其實這個十八個地方來蓋永久屋應該是足夠了 而且都很安全 那個資料能夠提問 沒問題 好 謝謝 謝謝